中途風太煙花漸漸影響到我們臺灣 在家機關煙海地區 第四個地方也驚訝的飲水 家機關政府也針對到一些 靠靠飲水的鄉電進行 抽水設備的檢測 在這一個颱風之前 影訊息之前 我們都會通報相關公署 我們幾個管理的單位 來預先的把它給排空 家機關煙海的一種鄉電 因為第四個比那邊的民國 比較多 排水較慢 過去當中鄉都不發生嚴重的飲水 提早把吸水在排空 就是希望能夠加強排水的速度 天然的重力排的水往低度 觸流的重力排的這種效能 讓水可以最短最迅速的方式 流到自宏池裡面 讓不會在這一個最低窪的地區裡面的水 一直激淹在這裡面 進所謂的智慧防汛網 哪邊淹水我們有感知器 包括連抽水機啊 那到底在什麼地方 什麼位置 那目前為止有沒有在抽 在抽水 那都可以在整個螢幕上看得出來 水裡出幾出 五千塊來兩百四十一座 抽水站到四百四十九座水門 都有正常穩重 管政府也保養 在那鄉電的鄉親 要注意大水的問題 山區的民眾也要隨時注意投球流的消息 裡面發生更大的災害 記者林肥廷 加基報道